拿這個當範例,改一改就可以了 將來按下插入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去 就會有一個新的景點出來 OK 那今天的主要是 一個新增 還有一個修改的畫面 再來就是刪除 不過後面下個禮拜就會把程式部分 程式會更困難 可是 我想我們這個課程的目標 不是要你們從頭寫到尾 而是你至少你要懂得怎麼樣 複製貼上修改 改得出你要的東西 不要說你連複製貼上修改的能力都沒有 那這樣恐怕 App還是做出來的問題 至少你要能夠懂得改,改一點點沒關係 OK 那如果說你要詳細的把每個地方都 完全了解的話 恐怕 就是還要再了解程式 不過這部分的話我在下學期 我是有針對 這個部分的細節 再做進一步說明 因為我們這個 課程定位還是在 靜態的網頁 跟 一個 大概了解App的一個 基本設計流程 為主 那如果細節部分的話 當然沒辦法講得那麼詳細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可以把這個畫面 參考一下 那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會把那個 就是說另外還有一個頁 另外一個頁面 就是說 返回之後 這邊還有點擊其中一個可以編輯 有沒有 編輯的這個畫面 編輯景點 資料怎麼樣帶過來 怎麼去做修改 另外呢 如果要刪除的話 怎麼刪除 所以下個禮拜的話 這個部分 會難度高一點 不過 你們就拿來當參考 我幫各位做整理 類似像這樣子 反正整理出來 你以後就 套一套就會了 反正至少你 不一定求說完全都 徹底了解 但是至少 你要知道改哪裡 效果就做出來了